美国副总统电视辩论会 现任的副总统彭斯 以及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 辩论了将近两个小时 顺利落幕 而根据民调显示 有59%的收访者是认为 贺锦丽的表现比较好 只有38%的收访者认为 彭斯的表现较佳 但被问到谁有资格来继任总统 彭斯则是以65% 胜过贺锦丽的63% 但其实这场辩论会 最大的焦点都不是 在两个人的表现 或是现场的政策交锋 而是当彭斯在辩论会上 正说到系统系的 种族歧视不存在的时候 他头上突然停留了一只苍蝇 并且长达两分多钟 让全世界所有的网友 以及媒体都注意到了 因此辩论会结束后 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拜登 立刻拿来大做文章 马上在他的推特上面 贴出他手持苍蝇拍的照片 呼吁支持者要来提供小额捐款 而拜登竞选团队随后也发出双关与贴文 贴出了一张苍蝇拍的图片 表示要扫除苍蝇与谎言 更呼吁不要让这场辩论翁翁作响 但苍蝇出现在辩论会上也不是第一次 2016年民主党的候选人 希拉蕊进行辩论的时候 媒介上就也有苍蝇来停留 但当时也是引起网友的一片热议 没想到四年后苍蝇又来了 许多网友看到彭斯这一幕都忍不住笑说 赶快把苍蝇抓起来看是否有确诊 还有人说这只苍蝇才是最大赢家